植物提取物必須兇土服用 保健食法每天兩粒 進階食法每天八粒 控清能有效降低尿酸 抑制肝細胞內黃飄零的產生 幫助腎臟把尿酸排出體外 降低尿酸引致的痛症 大家好 北上廣深 嘩,出之出了 為何今天要出呢? 因為星期一是十一月十一號 是全中國 其實不是全中國 這個節日慢慢感染到江郡節 四條一 厲害吧? 是啊,沒錯 四條一 練練阿里巴巴 天貓 雙城就靠這個響朵 現在變成了瘋狂的購物節 很多人虧本也好 不賺錢也好 就想辦法在天貓套險 賺大錢 但是很可惜 今年有個現象 是什麼現象? 抵制美國貨 根據民調 根據民調網上 嘩,厲害 我們的小粉紅 我們中國人 骨頭夠硬 唱著國歌 拿著把刀 拿著把年刀 不斷 長而用軍進行 抵制美國貨 現在大家在中美貿易戰 開始埋爛傾的簽約 在下個月 可能今個月趕不及 各方面營造一個好的氣氛 但是桌底下 都來見網 表面上都搭了保護頭 但是下得堆到 見血了 那些可以 真的有時候想說的 但是因為要組大量私 私料搜集和寫稿 變成暫時沒有能力做 其實我看這些 或者聽這些 或者看文章 或者那些東西 是很多的 今天講雙十一 雙十一很厲害 是不是真的這麼厲害 是 上年一個雙十一的消貨額 不管你什麼貨 是買了多少 308億美金 是啊 308億美金 差不多接近兩千億 港幣 港幣 兩千 三七二十一 是啊 兩千幾億港幣 你想想多厲害 一日之內的訂單 消貨額多厲害 有些人說 哇 美國更厲害了 你錯了 美國上年 2018年 黑色星期五 是啊 黑色星期五 就是感恩節 總消貨量 是63億 在美國 網絡 星期一 也都是 銷售量 銷售額 是79億美金 在2018年 美國亞馬遜的亞馬遜會員日 你聽到 最近那些是42億美金 三個加起來 都不等於雙十一 而發起了抵制美國貨 你知道嗎 網上究竟有多少人 為了我們中國人的面子 為了政治的目的 為了愛國 美國竟然有78%的人 是說過不會買美國貨的 是雙十一個人 你幾便都不會買 是不是呢 拭目以待 但是有個變數 剛剛昨天出來了 這個是重的炸彈 什麼炸彈 iPhone iPhone11 從來iPhone高人一等 我們不優賣的 我們代表高的品質 我們高的品味 啊 iPhone 萬人敬仰 曾經 以前 曾經有人為了iPhone 賣腎也有 你說多厲害 但是 今年 iPhone11 在大陸的銷情 打贏了華為的尾十 尾三十 為什麼呢 同一時段出出 而華為已經是一個 極度流暢的相機 變成了 但是 iPhone11的出貨量 是打低了華為 以四支計 因為現在華為開始出 不知道 四支計 橫掃華為 華為現在供應商 去抬回那些 電子零件啊 做這些啊 那些 內存那些 全部因為華為 cut down 是啊 出貨不似預期 在大陸 竟然cut down 令到這些股票 在台灣 最高的那個 是跌了5% 多厲害 好了 去到iPhone11 擺上天貓 第一次 雙11 你看一下iPhone的威力 78%的人 不買美國貨 我就看一下iPhone那天 究竟會不會創記錄 為什麼呢 iPhone11 從未試過新產品 是新產品 新型號 減500元人民幣 比門口價減500元人民幣 iPhone11 未算 24個月 的免息分歧 從未做過iPhone 但是今年的肛棍節 我們中國人給點骨氣 頂住 而iPhone11 有句口號 iPhone11 在雙11 和大家一起 慶祝 應該怎樣 iPhone11 在11號 和大家慶祝雙11 這個就是iPhone 現在大陸的宣傳 極度貼地 也都極度吻合 我們小粉紅 我們中國人 拿些骨氣出來 尤其有78%的人 說了 不買美國貨 你就看看我們的iPhone 能不能夠扭轉乾坤 橫掃 所有的小米 出貨量 什麼 什麼 華為 所有的各大手機品牌 很快揭衷 今天是8日 11日 8、9、10、11 4日 看一下大家 大陸的女士的購物車 男人負責做埋單 專門和人清工購物車 究竟那天會不會大出血 而iPhone會不會再創奇蹟 拜拜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 地中海的煩惱 找到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 控油去屍 固法 欲法 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